乡下人吹索娜接媳妇 到了十二月 是成天会有的事情 索娜后面一顶花轿 四个夫子平平稳稳地抬着 轿中人被童锁锁在里面 虽然穿了平时不上过身的 体面红绿衣裳 也仍然得和和大哭 在这些小女人心中 做新娘子 从母亲身边离开 且准备做他人的母亲 从此将有许多新事情等待发生 像做梦一样 将同一个陌生男子 在一个床上睡觉 做着成宗接祖的事情 这些事想起来 当然有些害怕 所以赵丽觉得要哭哭 于是就哭了 也有做媳妇不哭的人 萧萧做媳妇就不哭 这小女子没有母亲 从小寄养到伯父种田的庄子上 出嫁只是从这家赚到那家 因此到那一天 这小女人还只是笑 她又不害羞 又不害怕 她是什么事也不知道 就做了人家的媳妇了 萧萧做媳妇时 年纪十二岁 有一个小丈夫 年纪还不到三岁 丈夫比她年少九岁 断奶还不多久 地方规矩如此 过了门 她喊她做弟弟 她每天应做的事 是抱弟弟到村前柳树下去玩 到西边去玩 饿了 喂东西吃 哭了 就哄她 摘难过花 或狗尾巴草 带到小丈夫头上 或者亲嘴 一面说 弟弟 那 再来 在那肮脏的小脸上 轻了又轻 孩子于是便笑了 孩子一欢喜兴奋 行动粗也起来 会用粗粗的小手 乱抓萧萧的头发 那是平时不大能收拾 蓬蓬松松在头上的黄发 有时候 垂到脑后那条小辫 被拉得太久 把红绒线结也弄松了 生气了 叫他那弟弟 弟弟自然挖得哭出来 萧萧便也装成要哭的样子 用手指着弟弟的哭脸说 那 人不讲理可不行啊 天晴落雨 日子混下去 每日抱抱丈夫 也帮家中做点杂事 能动手的就动手 又时常到溪沟里 去洗衣搓尿片 一面还剪食 有花纹的田螺 给做到身边的丈夫玩 到了夜里睡觉 便常常做这种年龄人 所做的梦 梦到后门角落 或别的什么地方 捡得大把大把铜钱 吃好东西 爬树 自己变成鱼 到水中各处溜 或一时仿佛身子很小很轻 飞到天上众星中 没有一个人 只是一片白 一片金光 于是大喊妈 人就吓醒了 醒来心还只是跳 吵了隔壁的人 不免骂着 疯子 你想什么呢 白天疯玩 晚上就做梦 潇潇听着却不作声 只是咕咕地笑 也有很好很爽快的梦 为丈夫哭醒的事 那丈夫本来晚上在自己母亲身边睡 有时吃多了 或因另外情形 半夜大哭 起来放水 起来放水拉锡 是常有的事 丈夫哭到婆婆无可奈何 于是潇潇轻手 轻脚爬起床来 睡眼朦胧走到床边 把人抱起 给她看月亮 看星光 或者互相去着 孩子气得 嘿嘿 看猫啊 那样喊着 哄着 于是丈夫笑了 玩了一会儿 慢慢合上眼 人睡了 放上床 站在床边看着 听远处 一地一声的鸡叫 知道天快到什么时候了 于是仍然全到小床上睡去 天亮了 虽不作梦 却可以无意中 闭眼开眼 看一阵在面前空中 变幻无端的黄边 紫心葵花 那是一种真正的享受 萧萧嫁过了门 做了拳头大丈夫的小媳妇 一切并不比先前受苦 这只看她半年来 身体发育就可明白 风里雨里过日子 像一株长在圆角落 不为人注意的壁麻 大叶大枝 日增茂盛 这小女人简直是全部为丈夫设想那么似的 一天比一天长大起来 夏夜光景 说来如做梦 大家饭后坐到院中心歇凉 挥摇菩萨 看天上的星 同屋角的营 听南瓜棚上纺织娘子 咯咯咯咯拖长声音仿车 远近声音 凡蜜薄如落雨 荷花风 疑悠吹到脸上 正是让人在各种方便中 说笑话的时候 萧萧好高 一个人常常爬到草料堆上去 抱了已经熟睡的丈夫在怀里 轻轻地轻轻地 随意唱着那自编的山歌 唱来唱去 却把自己也催眠起来 快要睡去了 在院霸中 公公婆婆 祖父祖母 另外还有帮公汉子两个 散乱地坐在小板凳上 摆龙门镇雪谷 轮流下去 打发上半夜 祖父身边有个烟包 在黑暗中放光 这用爱好做成的烟包 是驱逐长脚文的得力东西 全在祖父脚边 就如一条乌烧蛇 见货又拿起来晃那么几下 想起白天场上的事 那祖父开口说话 听三斤说 浅浅又有女学生过身 大家就轰然笑了 这笑的意义何在 因为大家印象中 都知道女学生没有辫子 留下个安宠尾巴 像尼姑 又不完全像 穿的衣服 像洋人 又不像洋人 吃的 用的 总而言之 世事不同 一想起来 就觉得怪可笑 萧萧不大明白 她不笑 所以老祖父又说话了 她说 萧萧 你长大了 将来也会做女学生 大家于是更轰然大笑起来 萧萧为人并不愚蠢 觉得这一定是不利于己的一件事情 于是接口便说 爷爷 我不做女学生 你像个女学生 不做可不行 我不做 众人有意取笑 异口同声说 萧萧 爷爷说得对 你非做女学生不行 萧萧急得无可如何 做就做 我不怕 其实做女学生有什么不好 萧萧全不知道 女学生这东西 在本乡 的确永远是奇闻 每年一到六月天 据说放水价日子一到 照例便有三三五五女学生 由一个荒谬不惊的热闹地方来 到另一个远地方去 渠道从本地过深 从乡下人眼中看来 这些人都近于另一世界中活下的人 装扮奇奇怪怪 行为更不可思议 这种女学生过身时 是一村人都可以说一整天的笑话 祖父是当地一个人物 因为想起所知道的女学生 在大城中的生活情形 所以说笑话 要萧萧也去做女学生 一面听到这话 就感觉一种打哈哈趣味 一面还有那被说的萧萧 感觉一种惶恐 说这话的不为无意义了 女学生有祖父方面 所知道的是这样一种人 她们穿衣服 不管天气冷热 吃东西不问鸡宝 晚上交到子时才睡觉 白天正经事全部做 只知唱歌打球读洋书 她们都会花钱 一年用的钱可以买16只水牛 她们在省里经理 想往什么地方去时 不必走路 只要粘进一个大匣子中 那匣子就可以带她到地 她们在学校男女一处上课 人熟了就随意同那男子睡觉 也不要媒人 也不要彩礼 名叫自由 她们也做周县官 带家眷上任 男子仍然喊做老爷 小孩子叫少爷 她们自己不喂牛 却吃牛奶羊奶 如小牛小羊 买那奶时 是用铁罐子成的 她们无事时 到一个唱戏地方去 那地方完全像个大庙 从衣袋中取出一块羊钱来 那羊钱在乡下 可买五只母鸡 买了一小方纸片 拿了那纸片到里面去 就可以坐下看洋人扮演影子戏 她们被冤了 不赌咒 不哭 她们年纪有老到二十四岁 还不肯嫁人的 有老到三十四十 还好意思嫁人的 她们不怕男子 男子不能使她们受委屈 一受委屈 就上衙门打官司 要官罚男子的款 这笔钱她有时独占 自己花用 有时同官平分 她们不喜一煮饭 也不养猪喂鸡 有了小孩子 也只花五块钱 十块钱一月 故人专管小孩 自己仍然整天看戏 打牌 读那些没有用处的闲书 耸而言之 说来世事都稀奇古怪 和庄家人不同 有的简直可以说岂有此理 这时经祖父意为说明 听过这话的萧萧 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 模模糊糊的愿望 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 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 女学生一个样子 去做那些事 不管好歹 做女学生并不可怕 因此一来 却以为这乡下姑娘体念到了 因为听祖父说起女学生 是怎样的人物 到后 萧萧独自笑得特别久 笑够了时 她说 祖爹 明天有女学生过路 你喊我 我要看看 你看 他们捉你去做丫头 我不怕他们 他们读阳书念经 你也不怕 念观音菩萨消灾经 念锦箍咒 我都不怕 他们咬人 和做官的一样 专吃乡下人 吃人骨头 喳喳也不吐 你不怕 萧萧肯定地回答说 也不怕 可是这时 萧萧手上所抱的丈夫 不知为什么 在睡梦中哭了 媳妇于是用做母亲的声势 半哄半吓说 弟弟 弟弟不许哭 不许哭啊 女学生咬人来了 丈夫仍然哭着 得抱起各处走走 萧萧抱着丈夫 离开了祖父 祖父同人 说另外一样古话去了 萧萧从此以后 心中有个女学生 做梦 也便常常梦到女学生 且梦到同这些人 并排走路 仿佛也做过那种 自己会走路的匣子 他又觉得 这匣子 并不比自己跑路更快 在梦中 那匣子的形体 同骨仓差不多 里面有小小灰色老鼠 眼珠子红红地 各处乱跑 有时钻到门缝里去 把个小尾巴录在外面 因为有这样一段经过 祖父从此喊萧萧 不喊小丫头 不喊萧萧 却换作女学生 在不经意中 萧萧答应得很好 乡下的日子 也如世上一般日子 时时不同 世界上人把日子糟蹋 和萧萧一类人家 把日子吝惜是同样的 各有所得 各属分定 许多城市中文明人 把一个夏天 全消磨到软稠衣服 精美饮料 以及种种好事情上面 萧萧的一家 因为一个夏天的劳作 却得了十多斤细麻 二三十蛋瓜 作为小媳妇的萧萧 一个夏天中 一面照料丈夫 一面还集了细麻四斤 到秋八月工人摘瓜 在瓜间玩 看硕大如盆 上面满是灰粉的大南瓜 成排成堆摆到地上 很有趣味 时间到摘瓜 秋天真的已来了 院子中 各处有屋后林子里 树上吹来的 大红大黄木叶 萧萧在瓜旁站定 手拿木叶一树 为丈夫编小礼帽玩 工人中 有个名叫花狗 年纪二十三岁 抱了萧萧的丈夫 到枣树下去打枣子 小小竹竿打在枣树上 落枣满地 花狗大 莫打了 太多了 吃不完 虽听这样喊 还不停手 到后 仿佛完全因为丈夫要枣子 花狗才不听话 萧萧于是 于是又喊她那小丈夫 弟弟 弟弟来 不许捡了 吃多了生东西 肚子疼 丈夫听话 兜了一堆枣子 向萧萧身边走来 请萧萧吃枣子 姐姐吃 这是大的 我不吃 要吃一颗 她两手哪里有空 木叶帽正在治鞭 功夫要紧 还正要个人帮忙 弟弟 把枣子喂我口里 丈夫照她的命令做事 做完了觉得有趣 哈哈大笑 她要她放下枣子 帮忙捏紧帽边 便于添加新木叶 丈夫照她吩咐做事 但老是顽皮地摇动 口中唱歌 这孩子原来像一只猫 欢喜时就得捣乱 弟弟 你唱的是什么歌啊 我唱花狗大告我的歌 好好地唱一个我听 丈夫于是就唱下去 照所寄到的歌唱 天上起云 云起花 包谷林里 种豆莢 豆莢缠坏 包谷树 娇媚缠坏 后生家 天上起云 云重云 地下埋坟 坟重坟 娇媚洗碗 碗重碗 娇媚床上 人重人 歌中异议 丈夫全部明白 唱完了就问好不好 萧萧说好 并且问跟谁学来的 她知道是花狗教的 却故意盘问她 花狗大告我 她说还有好歌 长大了再教我唱 听说花狗会唱歌 萧萧说 花狗大花狗大 您唱一个好听的歌 我听听 那花狗 面如其心 生长得很不正气 知道萧萧要听歌 人也快到听歌的年龄了 就给她唱 十岁娘子一岁夫 那故事 那故事说的是七年大 可以随便到外面 做一点不规矩事情 夫年小 只知道吃奶 让她吃奶 这歌丈夫完全不懂 懂到一点的 是萧萧 把歌听过后 萧萧装成 我全明白那种神气 她用生气的样子 对花狗说 花狗大 这个不行 这是骂人的歌 花狗分辨说 不是骂人的歌 我明白 是骂人的歌 花狗难得说多话 歌已经唱过了 错了赔礼 只有不再唱 她看她已经有点懂事了 怕她回头告祖父 会爱一顿臭骂 就把话支开 扯到女学生上头去 她问萧萧 看没看过 女学生洗体操 唱羊歌的事情 若不是花狗提起 萧萧几乎已忘却了这事情 这时又提到女学生 她问花狗 近来有没有女学生过路 她想看看 花狗一面把南瓜 从棚架边抱到墙角去 告她女学生唱歌的事 这些事的来源 还是萧萧的那个祖父 她在萧萧面前 说了点大话 说她曾经到关路上 见到四个女学生 她们都拿得有旗子 走长路流汗喘气之中 仍然唱歌 同军人所唱的一模一样 不消说 这自然完全是胡邹的笑话 可是那故事 把萧萧可乐坏了 因为花狗说 这个就叫做自由 花狗是起眼动眉毛 一打两头翘 会说会笑的一个人 听萧萧带着新鲜口气说 花狗大 你膀子真大 她就说 我不止膀子大 你身个子也大 我全身 无处不大 到萧萧抱了 她的丈夫走去以后 同花狗在一起摘瓜 取名字叫哑巴的 开了平时不常开的口 她说 花狗 你少坏点 人家是十三岁黄花女 还要等十年 裁员房呢 花狗不作声 打了那伙计一掌 走到枣树下 捡落地枣去了 到摘瓜的秋天 日子计算起来 萧萧过丈夫家 有一年了 几次双将落雪 几次清明古语 一家人都说 萧萧是大人了 天保佑 喝冷水 吃粗粒饭 四季无疾病 到发育得这样快 婆婆虽生来 像一把茧子 把凡事给萧萧暴涨的机会 都捡去了 但乡下的日头 同空气 都帮助人长大 却不是折磨 可以阻拦得住 萧萧十五岁时 高如成人 心却还是一颗 糊糊涂涂的心 人大了一点 家中做的事也多了一点 挤马 纺车 洗衣 照料丈夫以外 打猪草 推磨一些事情 也要做 还有江沙织布 凡事都学 学下就会了 乡下习惯 凡事行有余力的 都可从劳作中 散点私房 两三年来 仅仅萧萧 个人份上 所聚集的粗细麻 和仿旧的棉纱 已够萧萧坐到土机上 抛三个月的梭子了 丈夫早断了奶 婆婆有了新儿子 这五岁儿子 就像龟萧萧独有了 不论做什么 走到什么地方去 丈夫总跟到身边 丈夫有些方面很怕她 当她如母亲 不敢多事 他们俩感情不坏 地方稍稍进步 祖父的笑话 转到萧萧 你也把辫子捡去 好自由那一类世上去了 听着这话的萧萧 某个夏天 也看过一次女学生 虽不把祖父笑话认真 可是每一次 在祖父说过这笑话以后 她到水边去 必用手捏着辫子稍稍 设想没有辫子的人 那种神气 那点趣味 因为打猪草 带丈夫上罗斯山的山鹰 是常有的事 小孩子不知事 听别人唱歌 也唱歌 一唱歌 就把花狗引来了 花狗对萧萧 生了另外一种心 萧萧有点明白了 常常觉得惶恐不安 但花狗是男子 凡是男子的美德 恶德都不缺少 劳动力强 手脚勤快 又会玩会说 所以一面是萧萧的丈夫 非常欢喜同她玩 一面一有机会 即缠在萧萧身边 且总是想方设法 把萧萧那点惶恐捡去 山大人小 到处树木蒙蓉 平时不知道萧萧所在 花狗就站在高处唱歌 逗萧萧身边的丈夫 丈夫小口一开 花狗穿山越岭 就来到萧萧面前了 见了花狗 小孩子只有欢喜 不知其他 她原要花狗 为她编草虫玩 做竹箱哨子玩 花狗想方法 致使她到一个远处 去找材料 便坐到萧萧身边来 要萧萧 听她唱那 使人开心红脸的歌 她有时觉得害怕 不许丈夫走开 有时又像 有了花狗在身边 打发丈夫走去 反倒好一点 终于有一天 萧萧就这样 给花狗 把心翘子唱开 变成个妇人了 那时节 丈夫走到山下 才刺眉去了 花狗唱了许多歌 到后 却向萧萧唱 交家门前一重坡 别人走少 狼走多 铁打草鞋穿烂了 不是为你 为哪个 末了 却向萧萧说 我为你睡不着觉 她又说 她赌咒不把这事情 告给人 听了这些话 仍然不懂什么的萧萧 眼睛只注意到 她那一对粗粗的手膀子 耳朵只注意到 她最后一句话 莫了 花狗大 便又唱歌给她听 她心里乱了 她要她当真对天赌咒 赌了咒 一切好像有了保障 她就一切敬她了 到丈夫反身时 手背毛毛虫遮伤 肿了一片 走到萧萧身边 萧萧捏紧这一只小手 且用口去喝她 损她 想起刚才的糊涂 才仿佛明白 自己做了一点 不大好的糊涂事 花狗诱她做坏事情 是卖黄四月 到六月 李子熟了 她欢喜吃生李子 她觉得身体有点特别 在山上碰到花狗 就将这事情告给她 问她怎么办 讨论了多久 花狗全无主意 虽以前自己当天赌得有咒 也仍然无主意 这家伙个子大 胆量叫个子大 容易做错事 胆量小 做了错事 就想不出办法 到后 萧萧的 萧萧捏着自己那条 乌烧蛇似的大辫子 想起城里了 她说 花狗大 我们到城里去自由 帮帮人过日子 不好吗 那怎么行啊 到城里去做什么 我肚子大了 我们找药去 厂上有郎中卖药 你赶快找药来 我想 你想逃到城里去自由 不成的 人生面不熟 讨饭也有规矩 不能随便 你这没有良心的 你害了我 我想死 我赌咒 不辜负你 负不负我有什么用 帮我个忙 赶快拿去肚子里这块肉吧 我害怕 花狗不再作声 过了一会儿便走开了 不久 丈夫从他处回来 见萧萧一个人坐在草地上哭 眼睛红红的 丈夫心中呐喊 看了一会儿 问萧萧 姐姐 为什么哭啊 不为什么 灰尘落到眼睛里 疼 我吹吹吧 不要吹 你瞧我 得这些 这些 他把从西中捡来的小棒 小石头 陈列在萧萧面前 萧萧泪眼婆娑地 看了一会儿 勉强笑着说 弟弟 我们要好 我哭 你莫告家中 告 我可要生气啊 到后 这事情 家中当真就无人知道 过了半个月 花狗不辞而行 把自己所有的衣裤都拿去了 祖父问同住的哑巴 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走路 走哪儿去 哑巴只是摇头 说花狗还欠了他两百钱 临走时 话都不留一句 为人少良心 哑巴说他自己的话 并没有把花狗走的理由说明 因此这一家 稀奇一整天 谈论一整天 不过这工人既不偷走物件 又不拐带别的 这事过后不久 自然也就把他忘掉了 萧萧 萧萧仍然是往日的萧萧 他能够忘记花狗就好了 但是肚子真有些不同了 肚中东西总在动 使他常常一个人干着急 竟做怪梦 他脾气坏了一点 这坏处只有丈夫知道 因为他对丈夫 似乎严厉苛刻了好些 仍然每天同丈夫在一处 他的心 想到的事 自己也不十分明白 他常想 我现在死了 什么都好了 可是为什么要死 他还很高兴活下去 愿意活下去 家中人不知谁 在无意中提起 关于丈夫弟弟的话 提起小孩子 提起花狗 都像使这话如拳头 在萧萧胸口上 重重一击 到八月 他担心人知道更多了 引丈夫庙里去玩 就私自许愿 吃了一大把香灰 吃香灰被他丈夫见到了 丈夫问这是做什么 萧萧就说肚子疼 应当吃这个 虽说求菩萨许愿 菩萨当然没有如他的希望 肚子中长大的东西 仍在慢慢地长大 他又常常往溪里去喝冷水 给丈夫见到了 丈夫问他 他就说口渴 一切他所想到的方法 都没有能够使他 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分开 大肚子只有丈夫一人知道 他却不敢告这件事 给父母晓得 因为时间长久 年龄不同 丈夫有些时候 对于萧萧的怕同爱 比对于父母还深切 他还记得花狗 赌咒那一天里的事情 如同记着其他事情一样 到秋天 屋前屋后 毛毛虫都节俭 成了各种好看的蝶鹅 丈夫像故意折磨他一样 常常提起几个月前 被毛毛虫所遮的旧话 使萧萧心里难过 他因此极恨毛毛虫 见了那小虫 就想用脚去踹 有一天 又听人说 有好些女学生过路 听过这话的萧萧 睁了眼 做过一阵梦 愣愣地 对日头出处 吃了半天 萧萧不花狗厚尘 也想逃走 收拾一点东西 预备跟了女学生 走的那条路上城 但没有动身 就被家里人发掘了 家中追究着逃走的根源 才明白 这个十年后 预备给小丈夫生儿子 寄香火的萧萧肚子 已被别人抢先下了种 这真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 一家人的平静生活 为这一件事全弄乱了 生气的生气 流泪的流泪 骂人的骂人 个案本分乱下去 悬梁 投水 吃毒药 被净困的萧萧 诸事漫无边际地 全想到了 究竟年纪太小 舍不得死 却不曾做 于是祖父从现实出发 想出了个聪明主意 把萧萧关在房里 派人好好看守着 请萧萧本族的人来说话 看陈坛还是发卖 萧萧家中人要面子 就陈坛淹死他 舍不得就发卖 萧萧只有一个伯父 在近处庄子里 为人种田 去请他时 先还以为是吃酒 到了才知道 是这样丢脸的事情 弄得这老实忠厚家长 手足无措 大肚子作证 什么也没有可说 伯父不仁把萧萧沉谈 萧萧当然应当嫁人 做二路亲了 这处罚好像也极其自然 照习惯受损失的是 丈夫家里 然而却可以在改嫁上 收回一笔钱 当作赔偿损失的数目 那伯父把这事 告给了萧萧 就要走路 萧萧拉着伯父 一脚不放 只是悠悠地哭 伯父摇了一块头 一句话不说 仍然走了 一时没有相当的人家 来要萧萧 因此暂时 就仍然在丈夫家中住下 这件事情既经说明白 照乡下规矩 倒又像不什么要紧 只等待处分 大家反而释然了 先是小丈夫 不能再同萧萧在一处 到后 又仍然如月前情形 子弟一般 有说有笑地过日子了 丈夫知道了 萧萧肚子中 有儿子的事情 又知道 因为这样 萧萧才应当 嫁到远处去 但是丈夫 并不愿意萧萧去 萧萧自己也不愿意去 大家全莫名其妙 只是照规矩 像逼到要这样做 不得不做 在等候主顾来看人 等到十二月 还没有人来 萧萧只好在这人家过年 萧萧次年二月间 十月满足 做草生了一个儿子 团头大眼 声响红壮 大家把母子二人 照料得好好的 照规矩 吃真鸡 同姜米酒补血 烧纸谢神 一家人 都喜欢那儿子 生下的既是儿子 萧萧不嫁别处了 到萧萧 正式同丈夫拜堂 原房时 儿子已经年纪十岁 能看牛割草 成为家中生产者一员了 平时喊萧萧丈夫 做大叔 大叔也答应 从不生气 这儿子名叫牛儿 牛儿十二岁时 也接了亲 媳妇年长六岁 媳妇年纪大 才能诸事做帮手 对家中有帮助 索纳吹到门前时 新娘在教中 呜呜地哭着 忙坏了那个祖父 曾祖父 这一天 萧萧抱了自己 新生的月毛毛 却在屋前 鱼腊树篱笆 看热闹 同十年前 抱丈夫 一个样子 结婚了 待会儿 再次 我们再次 说 似乎 散